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今次的開箱是因為有大家的推波阻瀾而發生的 全部都是魔鬼來的 買啦買啦買啦 很適合你呀,很漂亮呀 快點買來拍開箱呀 哎呀,不是不買呀,你買了沒有呀 然後我就露波藥了,很快 帶他回來了 大家真的是魔鬼來的 不要只說我燒你們呀 如果你們都想知道裡面我是買了什麼 有看IG story都應該知道的了 然後呢,因為三秒鐘就開完了這個箱 所以呢,不如跟大家說說故事 關於這個袋子,我有兩個故事可以說的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箱 我好像沒試過買一個袋子 袋子是這麼巨大的 整個人這麼大 我看不到畫面了 咦,你們也看不到的 裡面呢,有兩個的塵袋 麻布的塵袋,然後旁邊有Noelwe的anagram 我都不是關子了,直接打開給大家看吧 因為我自己都很心急呀 它就是Noelwe的藤纜袋了 是不是結束了呢?開箱環節 有什麼可以說呢?它沒有間隔的 不斷介紹一下 上面這麼大的anagram是皮的 然後中間有些白色線固定著它 看上去有點像手工的感覺,我挺喜歡的 然後旁邊打孔位也是被皮夾圍住了 然後肩帶是圓形,不是扁的 然後這裡有個位是固定著它 不能調長度的 這個我記得是25cm 想搏什麼絕對沒有問題 然後有條皮繩,你可以綁住它 讓它沒有那麼寬 它的形狀有點偏向梯影 Noelwe的它們有另外一款的藤纜袋 比較方便的 我覺得很斯文 因為自己不是一個那麼斯文有氣質的人 這個,它的度假風、休閒風會再強烈一點 所以我就選了這一款 應該是否介紹完了 不如開箱另外的東西吧 跟它有關的 好可愛,小的層袋 它的標誌都是小一點的 本來我不是打算買這個大小的 但是因為裡面的這東西 令我改變了主意 那究竟它是什麼來的呢? 我真的覺得自己很衝動 但我真的很漂亮 它就是一個內袋 超顏色,超鮮艷 它是一個索繩的內袋 然後裡面 都是沒有間隔 又是一個袋 然後還有Noelwe 和今次這個collection的logo 每一年的4月 Noelwe都會出道假系列 今年就會出這個圖片 然後裡面是很厚實的 你會看到雙層布 來的 原本買層袋 我也是打算裡面 放一個麻布質地 好像層袋一樣的 一個索繩袋 放在裡面 是很typical的樣子 是不是想像得到 大家 然後呢 我就在他們專門店的時候 看到他們這樣搭配 放了下去之後 是色彩繽紛的 整件事 好像去旅行 雖然現在不能去 去沙灘 去野餐的感覺 是超美的 所以忍不住 就帶這個內袋回家 夏天來了 少少而已 不要緊 真的很美 我還有一樣東西想分享 這個是我買了回來才知道的 因為裡面是有個小冊子 它就說 這個袋 是經過收割曬制後 交給非政府組織的女性工匠進行編織 然後呢 這一群的婦女得以經濟度 令到他們的子女有受教育的機會 我沒想過買一個藤纜袋 原來是可以為一個世界另一邊的小朋友 就說他們的婦女做了一些不錯的事 我也是覺得很開心 買完它之後 開箱就開箱完了 關於它的價錢 它的大小 不如說說說故事 聽聽我的購買經過 慢慢去跟大家分享 那天我去了Timesquare 你知道 一上電梯 左邊就是Celine 我眼尾看到他們出了一個藤纜袋 上面有個心心 很美 就決定下來的時候 一定要去看 誰知道我下來的時候 一路電梯 沿路 斜看著 不是Loewe 進去 又是看到它的小型版 今年出了Mini Size 這個是 Small Size 不是今年出 今年出的那個 是再小一點 是迷你版 超級有趣 真的一看到我就愛上了 拿上手 然後IG story 分享完之後 大家是瘋了 然後我就很哩哩 問了價錢 四百五零 我也是覺得OK的 不算太貴的 然後 因為趕時間 我就想著 回來再看看 然後 我就一路做其他事情 心仰 上了Selvages 看 一個英國的百貨公司網站 不需要擔心 是假的 不是代購 它是真實的 一間百貨公司 我就看到它有這個款 四四五零 便宜了四百元 還要是最後一個 不是不買 馬上入信用卡資料 按了它 晚上回到家 想著什麼都安心 看一看 為什麼是小的 為什麼不是mini 我再對一對 尺寸 唉 我買錯了 它就是我手上這個 它是small size 就不是今年出的mini 唉 就人心交戰了 唉 四四五零 如果我買mini 再小的那些 要多付四百元 然後我又想觀望 香港是賣五六零零 我便宜了一千二百元 左右 要還是不要 我是不是應該 Return Refund 還是我應該keep 然後 我有朋友跟我說 不如你去專門店 試一下small 喜不喜歡 所以我又去內圍 試一下這個 尺寸 背起來 究竟我自己喜不喜歡 為什麼最後我決定keep 其實是因為裡面這個內袋 這個內袋 是很色彩繽紛 放進去之後 我覺得整件事很搭配 是有突出 跟平時的藤纜袋 有少少的不一樣 看見到我心虛的眼神 給了很多藉口自己去買東西 但是這個 它是今年只出了這個size 然後放進mini 它要這樣摺幾下 然後再打開是更加沒有位 所以如果我想這樣搭配的時候 就一定要買small size 我就覺得天既然 讓我不小心買到最後一個便宜了 1200元的small的時候 不如我欣然接受它 是不是很荒謬 我就是這樣買了這個袋 但是買完回來之後 我還是覺得它很漂亮 整件事 超級開心 這就是我買這個袋的一個經過 一個故事 為什麼會發生了 這個突然間一個星期內 由我看中了 到它來了 真的超快 三天內 它就由英國送到我的手上 嗯... 還不是我的 好啦好啦 我發完花瘋了 而另外一個原因 為什麼我會留這個small size 就是因為實用性 mini size 不小的 我覺得以迷你袋 我有這麼多個 它算是放到多東西 電話輕鬆放到下去 然後卡片套 紙巾 鎖匙 再加上AirPod 加多支唇膏 都是OK的 但是呢 有觀眾提醒了一件事 夏天可能下雨 好像今天這樣 想帶傘 或者是出入冷氣地方 很多時候可能穿背心 但是可能去到餐廳 商場 想加一件小褲子的話 它真的完全放不到 所以 突然間 我又覺得 small size 真的很有用 其實在Selvages 買 一開始寄到過來 只有這個 層袋 為什麼會有這個 盒呢 就是因為我在專門店 買了這個內袋 它跟上網買 沒有任何價差 所以 我就貪方便在香港買 然後 SA超級好 它問我 你會不會想要這個盒子 放著它 它就給了一個盒子 這個紙袋 這個紙袋 是每一年 他們出這個度假collection 買的 他們的collection 的袋子才會有的 非常之開心 這個紙袋 我覺得是很有質感 很想放在家裡一角 做個propsy 我是一定不會扔 真的很漂亮 它很簡約 然後 我真的很開心 然後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 第二個故事 在我 看中了這個藤纜袋 的時間 阿金山在旁邊 就在這裡 嘰嘰嘰嘰嘰 悶悶不樂 我就不知道什麼事 然後 出了間店 他開始來了 他不是罵我買的袋子 他跟我說了一個故事 原來 話說 去年 他有offer給我 說送一個藤纜袋給我 然後 我就說 不要浪費錢 我不會用的 這些袋子 只是夏天才用 只有幾千 哎呀不要買了 我是很喜歡 但是不用買給我的 我拒絕了他 然後 他很不開心 他說 那為什麼你現在又買 你去年拒絕了我 好啊 他就說 去年你拒絕了我 今年我不會送的 你自己買 然後 我用自己錢 很開心 買了一份禮物給自己 但是 這個故事教訓我 總之 他以後說買什麼給我 我都要接受 如果不是我自己再買的時候 原來他會不開心 這個就是我今天的開箱分享 有沒有Feel到我很澎湃 因為 真的很短時間之內 我平時買的袋子 會想很久 然後 會看很多次 今次大家推波做難的情況下 我就慢慢買了回來 要快點用 我要在我最喜歡它的時候 多用它幾次 對 不會再有的 不會這麼快再有這些 的開箱 所以 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讚 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說了兩條新片 每個禮拜都說了兩條新片 每個禮拜都說了兩條新片 每個禮拜都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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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開心過了 忘記拍給大家看 它在我身上 比例是怎樣 我是153小顆 如果背在旁邊的話 絕對不會夾住 格子 它還有多兩個尺寸 以大來說 那兩個我就拿不到 是最盡的 這個是small 之後 度假的感覺 休閒的感覺 夏天的感覺 是絕對澎湃的 真的很漂亮 所以 暫時夏天 我買到最開心的一件 都算是它的 無論是趁現在的長群 非常之放假的感覺 又或者是趁牛仔褲 沙灘套 雖然我都不覺得我會帶著它去沙灘 畢竟我走幾步就已經到 但可能是野餐 田園風 總之 應該配到很多風格的 沒問題的 因為夏天 大家會常常見到它 這個藤藍好漂亮 kanske 啊 啊 我